记者蔡宗宪屏东报道,最近台湾兴起人人骂肯定的风潮,也有道肯定不如打连航出国的说法,但一名屏东宪明先生说法,控诉打连航行李被调包,过了一个月都无人文文的孤儿待遇,希望提醒连航爱好者注意,库航台湾总代理则回应,因无人认领行李或反应拿错行李,所以一直没有新进度。 行李弄丢这样草率处理,如果是其他更严重事件呢?林先生不满表示,他常往返日本,但第一次搭乘连航,还特别购买来回近一万四千元的库航商务舱,3月9日从大阪返回高雄小港机场,领行李时就是这一整个月噩梦的开始。 林先生说,他在日本购买了近十万日币的伴手礼,在行李转盘上拿起款式相同的行李时,发现重量不同又放回转盘。 没想到最后只剩这一件行李,他比对吊牌后发现竟是他的行李,密码锁号码也不同,破坏打开后发现内容物完全不同,价值仅剩于二万日币,积的连忙将负责库航地勤的长荣保安。 从3月9日一直到4月15日间,林先生的行李遇遭掉包案件,就如同时沈大海一般,完全没有任何人告知他处理状况,也没有克服专线,只能靠电子邮件联系。 最令他不满的就是写了至少四封英文,日文信件到库航,却完全没人回训。 人员表示,吕克林先生在转盘提领行李时说看不到行李,当下长荣地勤为他找到一个行李,上面行李排且外观大小都一样,但密码锁打不开,于是请林先生先打开确认。 葛天林先生已将行李箱打开带至机场,说行李不是他的,他怀疑被调包行李也有去行警局报案,之后马上请大阪方面调查,发现当天行李是他带来柜台托运的,并无异常。 常荣地勤也帮他开立行李未到证明,依照处理流程会等到拿错或被拿错行李的旅客前来认领,但至今无后续消息,也无人反映拿错行李,因无人认领行李或前来反映拿错行李,一直没有新进度,才未向他回复,会提醒林先生九十。 天内提出行李一施补偿申请,方案为一公斤二十美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